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又觉得自己的生活里面如果不是有大师有灵性的话 其实在外面做的事情都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又决定回来上课 那当我这个决定做下来的时候 其实当时我还是有时间的卡点的 我不上课主要就是因为我的时间不ok 我就是这种不ok 为什么会不ok 就是如果这个事情只是跟我自己有关的话 我觉得我可以把我的事情推迟来上这个课 但是就是在当时Paramush Wuhan三级课程开始报名的时候 我也得到了一份合同 工作的合同 然后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机会 也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签了那个合同 然后直接就是影响到我上这个课的时间 就是完全是重合受冲突的 然后当时有很多同修都有分享他们做的Tiaga 就是放下然后来参加这个课程 但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跟人家签了合同 我就需要对这个工作里面的所有人都要负责任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 如果我不去负这个责任的话 我就觉得不是我 但其实这个我也是小我 所以当我当时就是上了一个星期的课的时候 我都没有放下我的工作 所以把自己弄得非常的累 然后回去真的好好工作的时候 就觉得人生好空虚 真正重要的事情根本就不在这个课程以外 然后我当下就觉得我真的很想上课 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去显化这个时间 我就一直跟大师求说请给我时间 然后你知道大师后来是怎么给我时间的吗 就是因为我自己一直都没有再主动的做Tiaga 然后我就说 可能也是因为上了一个星期的课 我的强度变大 我就说我就相信了是否是真的 我就相信我跟他要他肯定会给我的 然后我就说请给我显化时间 就是我一定要去来上这个课 我一定我非常想上这个课 就不再说上不上都可以这种话了 然后当我这样决定的时候 我的身体上就长了一个东西 还挺严重的当下 让我觉得还挺无力的 然后我就去看了附近的一个小诊所吧 然后那个人就说你要去医院 而且严重的话可能要开刀 然后当下我就觉得 那我就可以请假啦 因为这个是身体上的原因嘛 就是非我主观的意识嘛 决定的嘛 我就觉得这个理由 对小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当时其实我已经在生病了 但是我就看到很有可能 这就是我显化的一个契机 然后后来我就是给我的老板发 我就说我有可能要去做一下手术 如果很严重的话 所以而且我当下还想的是 我可不可以把我工作的时间排到我上课 上完以后下课的时间 就是把我的工作时间下移 然后我就很拉扯 我就觉得那这样我不是又要上这么多课 然后又要工作 然后又要面对我的那些平时要接触的人 就是我的工作里要接触的人 我就觉得好辛苦 但是另外的那个小我又跟我说 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 你会影响到别人的进度 你会影响到别人对你的评价 就是我看到是这样子 然后就在我编辑就说 我想要把时间移到晚上的时候 我突然就像是给自己扇了一个耳光 就问我自己 我到底还在想要满足谁 我的身体已经是这个情况了 我到底还想要委屈我自己到什么时候 我把这个工作做得再怎么的好 我是为了谁开心 如果我的身体已经不好了 然后我上大师这个课 已经在分心了 我到底为的是谁 我到底平衡的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来平衡 为什么要来就是push我自己 因为以前我一定会push我自己 以我的性格 我就会觉得我都想要 所以我都会去做 即便有时候可能自己已经承担不了的时候 我都会去这样子做 所以当下我就给自己扇了一个耳光 我就说 到底有谁还需要被满足 然后我就看到 我想要被满足的并不是我的老板 并不是真的想获得他的好评 我想满足的是我的小我 是我的小我觉得 如果我不这样做 我就不是我了 就是我有这个框架给自己 所以一直都做不了Tiaga 其实我不做这个工作 或是推迟一个星期 对大家没有什么影响的 因为我还会把这个工作补回来的 对 但是我自己就觉得 如果我把这样的事情推掉了 我肯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比如说不负责任的人这样子 所以我看到当下就是我没有在爱我自己 我一直在陷入小我的思维里面 然后我就马上就说我要请一个星期的家 就跟老板讲的很清楚 然后结果第二天的时候 他们的也很能接受 我就听到哇你都要做手术 就了解一下情况就说那你赶紧去休息吧 赶紧去做手术吧 不需要担心 然后我们帮你就是了解一下申请请假流程是什么 然后我才我当时在床上我就说 啊原来显化这么简单的 原来这个时间这么容易就显化出来了 然后我就发现 其实一切的障碍都是我们自己头脑 小我给我们自己设置的 就是如果你现在还在纠结 还有卡点 不管是钱还是时间上还有卡点的话 那你要去看 就是在你所你肯定没有用尽所有的方法来显化这个课程 一定有你有一些方法你是不敢用的 那其实那个方法就是你那个途径就是你可以突破的最好的点 因为对我来说 我就觉得我永远都不可能跟我的老板说不的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想过请假这一个方案 然后后来我发现 啊其实做了Tiaga以后 就没事了 而且试破神直接让用我的 他知道我的意识是永远都没有办法说出这句话的 就主观意识 他用我的身体告诉我你不行你做不到的 然后我就好感恩 然后我发现做了以后真的是你往前走一步 他就向你走来了几百万步 我现在上课就上了三天 然后整个转钱的过程都很轻松 比我上一个星期转钱要轻松多了 所以我就发现真的是一切都是自己的显化 对 然后今天大师还给我们做了一个点话 就是他说你之前做的一切的Tiaga来上这个课都是值得的 来参加了这个点话都是有福报的 就是这个点话是超级强大 就是与神合一 就是基本上你想要的一切他都会给你这样 然后我就做了这个点话 我就觉得啊还好我之前有很努力的做Tiaga 然后来到这个课堂上 真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对 然后做这个点话的时候 我其实一直都在昏睡 我一直跟我自己说不要昏睡 因为有同学有提醒我不要去睡 但没办法就是很困 所以我发现就是点话里的睡应该是跟其他的睡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结果真的就是点话快结束的时候 大师就说你你在这个点话里面你昏睡是OK的 他说其实你不是在睡 你是进入到T Wenya T Tu whatever T horDe valley T either Turi t to what 这个状态里面 你会在这个睡里面看到fera 因为我感觉就是这样 就是我感觉 我睡了以后 整个人都松掉了 非常的轻松 非常的轻盈 然后整个人在的维度都不一样 然后里面就有一些能量的改变 能量的变化 这个就不跟大家分享了 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能量的体验 然后也没有什么好去做比较的 对 然后总之我现在就很庆幸 我上了这个课程 然后我也鼓励所有 还在显化中的同修们 就是去做Tiaga 去看到自己 自己一定还是有一些方法 没有试到 或是没有想到 因为恐惧没有做到的 所以就是鼓励大家去做 真的是只要你开口 宇宙就会给你 其实真的很简单 对 那就是 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然后祝大家永恒的喜悦 谢谢大家 一定要那么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